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8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诊断与治疗 好 老师请您开始 这一边诊断与治疗是 我认为是原始点里面 最核心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从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也可以看得出来 原始点医学一开始就说 它有理论跟临床 那临床是包括什么 诊断治疗 所以诊断与治疗 是所有医学最最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一篇吧 4.诊断与治疗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就理论而言 原始点医学认为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就要充足的能量 此能量称为热能 因此 所有疾病症状 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不足 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问题 就临床而言 原始点医学 通过按推与热源 一以示证出 所有疾病症状 基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 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 则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症状 一级 有症状 必有体伤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 会使热能不足 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 也会使体伤恶化 症状加重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 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故治疗疾病 必须按推 与热源并用 才能同时解除体伤 即改善热能不足 我们介绍诊断与治疗 原始点它是人性化 第一个 它一定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这个医学 那我们前面有说过了 医学当然有理论跟理想 那我们先从理论来讲 原始点医学认为 生命要靠怎么样 身体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这个大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是 这个它的运作 需要一些热能来补充 所以 这个热能 就好像一个 我们说的一些设备 它要运转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电 那个热能就好像电 没有电你就动不了 那同样的 一个人 他要维持这个生命 一定要有这个热能来推动 那我们来看 如果热能不够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 热能不足 不能推动 维持这个组织器官的运作 那不能维持就会造成运作失调 所以也会造成疾病 那有一些是外伤也会造成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所以我们的疾病不外乎 研制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我们称为体伤 那如果是热能不能推 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 这一部分我们称为热能不足 所以所有疾病 从理论来探讨 也是可以把它看成 会造成问题的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好那这是理论的部分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推推论出 这个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 还有一个热能不足以公益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问题 这个两个问题都会造成疾病 好那我们就临床来讲 原始点我前面也有说过 原始点都是刚开始就是先按推 然后找出开关 最后才 最后外面热源又发展到很充分 如何配合 所以它都是实做出来 简单讲就是按推跟热源 两方面做出来 那这个方面也是证实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我们进一步来分好体伤就是 原始点它的体伤不是自己 自己说体伤位置在哪里 而是做出来的 就是按推大开关的时候 按推如果有效的时候 那我们称为他处体伤 他按推大开关也就是原始痛点 无效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就称这个体伤位置是在患数 所以它是这样分来的 那他数当然就是要教你 按推原始痛点已经有力有未待 一定要再进一步按推患数痛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 热能不足的问题 因为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伤 所以在按推的同时 你还是要怎么样 还要加强热源的补充 其实在按推的过程中 因为痛 它会让我带动我们局部组织器官 那个运作加强 那在加强的过程中 还有热能要去推动它 这些都会消耗热能 所以即不管心重症或是重病 按推的过程还都是要配合热源的 这里是进一步讲 这个体伤可分为他处或患处体伤 那体伤从我们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也可以看出来 它直接就会导致疾病症状 那热能不足会不会直接导致疾病症状 不会 热能不足是 不足以推动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 让运作失调造成体伤 所以热能不足是因为影响体伤 然后再有体伤导致症状 这个跟体伤直接产生症状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疾病它里面的因 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但真正直接导致疾病症状的是有体伤 那热能不足应该是间接的 就是它影响体伤之后 那再有体伤导致疾病症状 那再来 为什么这两个因 都是在同等重要呢 因为它们彼此互为影响 我们看下面 这里原文里面就有提到 这里就说身体为了修复体伤的话 它一定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会使热能不足 同样反过来热能不足也会使体伤恶化 它是彼此互为影响 那第一句是蛮重要 就是有症状必有体伤 这个体伤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以原始点来看就是 那个体伤就是疾病的开关 那你怎么找到这个开关 原则上是以压痛点 那原始点的压痛点 一般都位在原始点位置上 也就是一条脊椎脊漆出上 那这样找出来的压痛点 就称为体伤的位置 那在原始点找出来叫做 那个他处体伤 在患处周围找出来叫做患处体伤 所以这里特别讲有症状 你一定可以找到开关 就是找到体伤的位置 它的意思是这样 那下面就介绍 体伤跟热能不足 彼此会负为影响 所以你们去看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的时候 体伤跟热能不足 中间有一条线 那两头都有箭头 就是代表他们彼此负为影响 那我们来看 下面就直接点出来 那既然彼此负为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体伤热能不足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那既然他们两个是影响病情 所以你治疗当然是要同时治疗 那要同时治疗 按推解决解除体伤 万一热炎解决热能不足 所以你一定要按推跟热炎解决热能不足 达到治病的目的 这是第一段所表达 那第一段如果大家能够参考我们的医学示意图 那就更容易理解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医学 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及症状之不同特征 来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于热炎的治疗原则 使体伤及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且在做出大量案例后 方能见往之来 总结出治病所需时间及医学有效范畴 此外 找出原始通点按推 即可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达到医疗致乙病或致胃病的目的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胃病之体上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一步到位 虽说在诊疗上通过观察症状 就可从过推医 以医疗保健之源从因解除症状 但能使因缘国理论及诊疗方法完全落实到临床 达到知行合一 则是在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 经不断研发 归纳 改良才得以完成 好 这一段是介绍原始点 诊疗的方式 好 我们从头来看 好 这一段一开始 原始点的诊断是通过观察症状 那观察症状它有两部分 第一个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这个是为了要推断疾病之情状 后面这里 然后观察症状之不同特征 这个是为了推断症状的体相位置 两者是不一样 那我们合在一起写 这样就很清楚的 就是原始点通过观察 把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及症状之不同特征 来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相位置 重点在这里 那之前写的不够简明 尤其后面症状应属何种体相所致 这个跟后来这样觉得 以症状不同特征 那原始点一开始也是这样 在疾病以衰老 原始点就是根据症状的不同特征 将其分为症与状 再细分症有三种 比如说症的不适感 功能混乱 还有一个体力虚弱 这三种 也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特征来分 那症也是一样 它有体表组织受损 最主要就是 比如说皮肤病或伤口这一类 那根据这个症状的不同特征 我们就应该可以推断出来 比如说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相所致 那功能混乱或属他处或属患处 至于体力虚弱病症多属患处体相所致 那至于状就必属患处体相所致 所以这个通过观察症状的不同特征 就是为了来推断疾病的体相位置 所以这样跟前面疾病已衰老 就能够粘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里把它修改应该会更好 当你看到有体力虚弱病症 你就知道他是重病 如果没有就是属轻重症 所以观察一定是先观察患者 有没有体力虚弱 然后第二个你从他的症状 因为症有分不适感功能混乱 及体力虚弱 他体力虚弱就是来辨别轻重症 那症的不适感 你一看到他说我这里疼痛 我这里痠麻 或是肚子脏痛 那你一听这个叫症的不适感 那这个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相 你一听完你马上就知道 那他处体相就是要按推原始点 你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比如他说我头痛 那头痛你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就是头部原始点 意思是这样 也就是患者讲出来 你马上就知道答案 然后再观察他有没有体力虚弱 如果观察还没有 那就可以直接按推 如果有那些先热源 然后再按推 也就是你在短时间内 你观察之后 马上就有方案 怎么治疗 而且还可以看出 这个人病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有说 我自己在研发这一套原始点医学的诊断的时候 都觉得原始点 有时候自己都会有一点感动 为什么 当这个病人来 他到底病到什么程度 你在很快时间就可以厘清了 还有这个病人 现在这个情况虽然很严重 但危急的程度有几分 到底还有没有救 而心里也有个底 大致会以后后来会怎么演变 心里也会很清楚 而这个都不需要很多的时间 只要稍微对谈一下 然后问他的体力怎么样 他比如说癌肿瘤好了 我们来举例 如果有一些癌痞患者来 然后你听他在讲述 他说最近诊断出来癌 那已经到第四期了 那我就会问 有没有做过化疗放疗 有些说一检查就末期了 西医叫我做化疗或手术 我也不想要 所以来这里 那你听了 看他体力还不错 那还能够走路进来 那这个就知道 他危险程度不高 但如果反过来说 患者跟你讲 哎呀我已经 第四期也蛮久 然后也做过化疗 半年到一年了 那你看他来的时候 走路又不稳 甚至都会喘 那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已经严重热能不足 这个甚至已经到命危的程度 都有可能 所以从对话 然后看他的体力种种 你几乎就可以断定出来 而且是在刹那间 应该怎么治疗 好像已经这么严重 一定是先热源为主 那如果他还能讲话什么 体力都很好 不一定 不一定是 说 人家说他是癌末 你就以为 这个就是重病 不一定 他体力好的不得了 那这个说 他哪里有不舒服 我们直接可以按推 然后再加强 补充热源 那你再来你看看 比如说我举乳癌患者 你看到他乳癌患者已经爆掉 你就不用问了 因为他会流组织液 或血液 那这些都会影响他的体力 只要一看到 爆掉 乳癌爆掉 就是重病 没什么话好讲 只是他的程度情形 所以你看 从原始点通过观察 马上就可以观察出 这个病人已经 严重到什么程度 是可以一目了难的 很快就可以变出来 那变出来要怎么治疗 马上就有方案 如果他说 比如乳癌 他说我那个乳癌周围很痛 摸 不摸也在痛 那你一听就知道 乳癌它爆掉 然后周围还在痛 他们都以为是肿瘤在痛 原始点一听就知道 痛多数他肤体伤 一定是背后的开关 没有按开 那你按开 他就不痛 就这么 你看患者在跟你对谈的过程中 你马上知道什么治疗 没有这么 他病到什么程度 应该用什么方法治疗 马上都会有方案 是立刻有方案 这个我看 以现有的医学是很难做到的 最近我也看一个 白毛患者来 我一看到 哇他化疗已经一年 然后整个口腔都已经烂进去 走路也无力会喘 然后夏天 现在夏天还专长袖 很怕的 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命违 那命违 我第一个 我就不会鼓励志工 以按推为主 我就是说 先涂姜本 前身涂 那涂光患者就很舒服 但很舒服 要完全恢复体力 还是蛮难的 这个就是 我说马上看到 马上就知道要怎么做 他马上对患者会有什么帮助 自己心里也清楚 所以我说原始点他的诊疗 是几乎是 诊断跟治疗是完全结合在一起 你通过观察 你也知道怎么做了 就立刻就马上有方案 那同样在按推的时候 你也可以进一步 再进一步分析他的体相位置 是在他处或患处 进一步更精确化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 保命及疗异疾病 好 这个是 所以我说原始点是做出来 所以他理论不用多 光这几句话 简简单单的这样写出来 但已经蕴含了很多 他们再去西医那里诊断 然后说这个病情怎么样 还要更甚至还要更准确 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段 下一页 那原始点 因为他是做出来 所以经过大量的案例之后 也总结出什么病 大概多久时间会好 心里有个底了 马上就会有个底 然后原始点有没有办法治疗 也马上有一个 心里就有个几分的把握 因为到了重病的时候 当然患者要负大部分责任 因为重病还要配合运动 心态 良好心态 充分休息 那这些都是患者自己要去做的 你操作的人帮不上忙 那如果是轻重症 这个就快了 你只要懂得他体相位是在哪里 然后立刻按推加强热源 那这些都很快就可以恢复 所以一般到底这个病人多久会好 那其中有什么变数 一般有经验的 原始点医学的志工 一般都可以马上立刻看得出来 这个病能否能不能治疗 大概心里有个底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面 下面就是讲原始点 按推原始痛点的特色 因为它是跟真视线位不一样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 它可以快速解症 然后又可以使疾病消灭于无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过了 你要治胃病也可以啊 虽然它没有症状 那你就找它相对应的原始痛点出来 就可以达到了 你担心心脏出问题 你就在上背部 你担心头部出问题 你就在头部原始点 所以是可以有针对性的治疗 治疗你担心哪里 那就在相对应的部位去处理啊 不是说虾子摸像 然后摸到哪里痛 那就解决那里 不是它是可以直接 因为原始点它管理范围在哪里 都是很清楚 那你要在那个范围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去找原始点 然后再从原始点找到压痛点 那就可以解除体伤 所以按推原始痛点 确实可以达到 治疑病及治未病 而且又可以变体伤位置 做到诊疗合一 一步到位 也就是诊断跟治疗 根本就是一 不是二 它在按推的时候 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所以诊疗根本就是一 不是二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其实都觉得 原始点 是在太 把医学繁复的 简化到不行 而且 因为简化到不行 所以又能够 突破医学的格局 把 从 只有治疑病 到 能够进一步治未病 这个对医学来讲 是一大 一大步 划出一大步 也是 之前没有遇过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 一定在诊疗上 因为它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所以 这个题目就是 诊断与治疗 那原始点 在这一个部分 确实是 我觉得 是 前所未见 应该是这么说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这里进一步是把 阴眼博的理论 再谈清楚 那也把 原始点 为什么能够 落实到临床 其实大部分都是做出来的 这些 包括观察 就可以看出病人 都是通过 大量的案例之后 慢慢归纳出来 然后才发展出 完整的 诊疗体系 那因为它是做出来 所以 这些诊疗 诊疗理论 诊疗体系 很快就 根本就是 马上就能用 就是 马上 就可以应用到 到临床 那阴眼博 它 也是把 比如说 怎么重阴解症 你应该把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 应该透过什么方法来解决 也是讲得很清楚 所以从 这里阴眼博的理论 又可以把 疾病看得很清楚 包括中医西医的治疗方法 甚至他们的优劣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在疾病与衰老 就有提到了 因为疾病 疾病跟衰老就是属果 那从果推因 从因下手 所以我说 第一篇 前面已经很介绍很多 那这些理论 之所以能够写到那么清晰 一开始也就是从做出来 从按推以热研 实证基础上做出来 然后经不断研发 还要归纳 归纳大量的案例之后 然后把它融会贯通 然后经过改良 把一些繁复的去掉 最后才把这个理论 还有因缘果的理论跟诊疗方法 才得以跟临床完全结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由于热能不足 会减弱体力 而严重热能不足 则可危及生命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 首先 取以热能不足 是否影响体力 作为分辨疾病轻重之依据 此即通过观察症状 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即为重病 若无即为轻重症 之后 才能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 以推断疾病之体伤位置 此即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正的体伤位置 则他处患处皆有可能 故通过观察症状 虽可推断疾病之体伤位置 但这仅供参考 并不绝对 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才能确认 此即通过按推 将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在他处 此他处 是指原始点的一条脊椎 及七处 而在他处体表 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在换处 而在换处周围 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万处痛点 虽然在理论上 压痛点 代表体伤位置 比如 压痛点 在原始点位置 此处的体伤 称为他处体伤 在换处周围 此处的体伤 称为万处体伤 但在临床上 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是疾病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体伤位置 至于致胃病 与致乙病相同 需按推向对应的 一条脊椎脊七处 以找出代表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其中按推压痛点所治疗 确认体伤位置 则处诊断 由此可见 按推原始痛点 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此外 其注意 压痛点 与疼痛处不同 前者 轻压载痛 是代表体伤位置 也是致病开关 顾客按推 后者 不压脊痛 是代表 疾病 未止 被治病 开关 故 不可按推 好 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 原文 那 这一段 其实 如果大家认真看 我 跟我 那个 上次 书的 出版 那个完整篇 就是 前年年底的 其实 这里都 已经 有一些 都有 修改 而且 现在 这样读起来 会蛮顺的 好 我们来看原文 这里一开头就说 热能不足 会减弱体力 那改善热能不足 就可以增强体力 来加速修复体伤 我们一般原文 很多都会这样用 那这里热能不足 会减弱体力 那 严重热能不足 则可危及生命 所以我们在后面看重病 也是这样 热能不足 会减弱体力 那体力如果缓慢下降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缓慢下降 代表 显向已现 已经有危险了 要注意 你体力越来越差 那如果体力急速下降 这个叫做 严重热能不足 那严重热能不足 就属于命危 也就是可以危及生命 所以 而严重热能不足 则可危及生命 它是这样来的 诊断的意思 那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既然热能不足 会危及生命 严重一点的话 那你要安全起见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就是要以热能不足 来作为诊断 也就是看他的热能不足 是不是已经影响体力 来做判断 如果已经影响体力了 那就是重病 如果还没有影响体力 那就是属于轻重症 所以你们在看原始点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楚 原始点那个热能不足 虽然我们说疾病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但真正在做诊断的时候 几乎都是以热能不足 作为最重要的核心 来观察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原始点它治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命 保命之后才能解症 那命都保不住了 你谈解症是没有意义的 那要保命一定要先把热能不足改善 所以在判断上 治疗上是这样 诊断上也是这样 好 那这里就是首先提出来 那个通过热能不足是否影响体力 作为分辨疾病轻重之一具 那怎么落实呢 也就是观察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如果有就是属重病 如果没有就是属轻重症 好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因为我们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来推断疾病之轻重 那接着我们就是来用根据症状的不同特征 来推断疾病之体相位置 所以这里延续着上面 那第一个要变的 因为这个跟生命有关系的 一定是疾病轻重 这个一定在先 然后之后才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 来推断疾病之体相位置 但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观察还是有限的 状的体调组织受准 由目视即可观察出来 它必处患处体相所致 至于症的体相位置就不一定了 我们刚刚也说了 它有可能是他处也有可能是患处 所以它要进一步 再按推原始痛点来确认 如果按推有效 那当然就是属他处体相 如果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没有立即效果 那就是属患处体相 所以最后通过观察 只能当参考 不能做最后的决定 还是要经过按推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就解释了 按推如果有改善 它疾病的体相位置是在他处 也就是他处体相 那他处指的是我们原始点的一条脊椎脊七处 其实简单的讲如果是中医呢 那中医就是避开患处的其他的穴位 通通通是属于那个他处 那我们也可以说 他在从他处针刺穴位 而解决的就是他处体相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但原始点就是指 指的一定是一条脊椎脊七处的位置 那在这个地方找出的压痛点 我们称为原始痛点 这个应该看书很容易明白 就不多做解释 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也有讲到 如果无法立即改善 这疾病的体相位置是在患处 那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患处痛点 好 这个也不需解释 继续看 好 这里特别就是提出一个压痛点 压痛点代表什么 压痛点代表体相位置 比如压痛点在我们原始点 一条脊椎脊七处的位置 那这个叫做 这时候的体相称为他处体相 那压痛点是在患处周围 这个体相我们称为患处体相 好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那这里如果大家读到后面的阿世蟹 也是一样 阿世蟹也是一个压痛点 那压痛点它也是代表体相位置 他一定不是在患处找 因为他孙思苗那时候也是避开患处 往上找 那找到的特别痛的点压痛点 他就从那里下针然后马上就结症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这个避开患处而在他处找的 那个压痛点的阿世蟹的位置 就是他处体相 意思是一样 那 这个病床上 他处体相 能够找出压痛点 治疗 那代表压痛点也是一个开关 它也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它既是致病的开关 致病的开关 也是体相 可以变体相的位置 好 那经过按推 所以按推原始痛点 是疾病改善以后才能确认体相位置 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其实按推是最准的 观察有时候还没有那么准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观察压痛点 它的体相位置是可以观察出来 但没有那么准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一定要透过按推 你最后才能确认 比如说 你在他处 比如说膝盖痛好了 那我们按推臀部 按推臀部 有找到压痛点 但按推完 膝盖没有改善 那这时候 虽然你在压痛点 是在臀部 这时候不能说他处体相 因为他对疾病没有改善 那这个体相 是致病的开关 就不成立了 那这时候他处体相就不能成立 所以你一定要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 那找出来压痛点 按了有效 这个才叫他患处体相 所以最后 理论上虽然说压痛点在哪个位置 就是属于体相的位置 但还是要经过按推 来做最后确认 就好像我们看疾病症跟状 到底它的体相位置在哪里 虽然观察也可以观察出来 但是最后还是要经过按推 道理都是一样 好 那最后这里讲 按推压痛点 可以确认体相位置 那这里就 也最后的结论就是按推压止痛点 所以可以达到 即是治疗也是诊断 那这里这一段要谈的就是 也把治胃病跟治疑病也是都有讲 治胃病跟治疑病一样 都是要按推相对应的 一条脊椎脊七处 这里特别提出来 其实既然是治疗 治疑病就是找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那既然也是治胃病 你到底要治哪里 虽然身体都没有疾病 你想治哪里的胃病 就是你最担心的疾病在哪里 那你就去找相对应 所以确实可以达到治疗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怕脑中风 你就在头部找嘛 那找出的痛点你把它解决了 就可以达到治胃病 所以他也是要按推相对应 不会像一般 我们一般在介绍原始点都说 那你都全身没有病 我就把你一条脊椎七处全部找 那哪里有痛 就是你可能将来要治胃病的地方 当然这样讲也是通了 就有一点你来找我 那你要全身健康检查 知道你以后可能得什么病 那你没有特定的目标 那我就只好全身找 那找出来我就可以跟你讲 你手背部有压痛点 你很可能手指头将来会产生疼痛 类似这样 或是我在腰部腰椎的时候按推 你觉得有痛点 那我就可以确定 你将来很有可能 那个腹部 腹部可能会有一些症状 甚至腰也会痠 类似这样 那找出来之后 全身找出来就是 全身好像健康检查 他顺便也是治疗 但是在我的看法 原始点竟然谈治胃病 就是你来找我治胃病 你一定想知道 你哪个部位 你最担心的部位 哪里出问题 这样才能够跟治疑病 那个概念是一样 原始点它是可以 针对你疾病的位置去处理的 也就是针对你胃病的地方 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先去把你解决掉 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原始点我认为 这一点确实是 一般医学做不到 然后在按推的过程 他又可以确认体伤位置 所以他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所以他能做到怎么样 诊疗合一 这个是他最主 按推原始痛点最大的特色 我们再看下面 这里提出一个压痛点跟疼痛处的不同 这里要先分辨的就是压痛点是患者他没有感觉痛 但你压了他特别痛的地方 我们称为压痛点 那疼痛处是什么概念呢 疼痛处就是你没有按他就感觉疼痛 这个叫做疼痛处 所以压痛点跟疼痛处 他们的意思是不一样 而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 好 那前者经压才痛是代表 我们前面讲 他是代表体伤位置 也是治病开关 所以可以按推 那后者呢 不压疾痛是代表疾病的位置 他非治病的开关 也就是他不是体伤的位置 不是疾病之一 所以不能治疗 不能按的 所以 这里两者是不一样的 这里很多人分不清楚 比如我刚刚举乳癌患者 他周围很痛 周围很痛 你没有按他周围就再痛了 那就代表 他的开关是在后面 所以 压痛点在后面就可以找得到 那同样的 如果 他的 周围没有在痛 那我们在乳癌周围 压到哪一个特别痛的 患处周围找到 这个也是开关 这个就叫体伤位置 跟疼痛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好 这里 也是把原始点 一些比较专有名词 做一些介绍 他也是把原始点的一些按推 诊断的概念介绍给大家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 诊疗方法之实践 通过观察 若无疾病 表示体力正常 热能上足 处理上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可从一条脊椎 及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配合外热源温值 以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 消弭于无形 从而达到 致胃病的目的 若疾病属 村重症 表示热能不足 还未影响体力 处理上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此疾通过按推症状 相对应之原始痛点为主 热源温敷 原始点为辅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应以按推 换处痛点为主 热源温敷 换处为辅 如此 才能达到解除他处 或换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若疾病属重病 表示热能不足 以影响体力 处理上 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此疾 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 或姜汤 用于提倡位置 在按推原始痛点 及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 换处痛点 及温敷换处 其间 还要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如此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综上所说 可见 分辨疾病之轻重 是决定按推 与热源 何者为主 分辨疾病之提伤位置 是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其中 分辨疾病之提伤位置 趋经按推 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无立即知效 才能按推 换处痛点 比如 膝盖肿痛 按推臀部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才能在其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按推 但就疗效而言 按推换处痛点 只基于膝盖 不向按推臀部原始痛点 既可基于膝盖 又可基于腹骨勾 大腿小腿 及脚踝等部位 可见原始痛点是大开关 而换处痛点是小开关 此小开关 必须在按推大开关 无立即知效后 才能使用 但因它可究竟 解除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以弥补按推 原始痛点之力有未代 所以是医疗治病 不可或缺的方法 我们来看原始点如何落实到临床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落实到临床 第一个一定是通过 通过观察 那观察如果他患者都没有疾病 那没有疾病代表他什么都正常 那体力正常 那热能也不能说他不足嘛 所以他才能够维持正常 那处理上 以按推为主热能为 那这个大家就 因为原始点他是看 有没有热能不足 最重要在这一点上 那这里谈 表示体力正常 热能上足 那就代表 不用顾虑到热源的问题 应该顾虑到按推的问题 所以这里马上就知道 原来如果没有疾病 你要达到滋味病的话 治疗上是应该以按推为主的 以医疗为主 而不是以保健为主 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原来滋味病的落实 跟我们传统的想法 以为要用养生保健来达到滋味病 那概念是不一样 好 从原始点的诊断来看 那既然是这样 以按推为主 那就是在脊椎一条脊椎 脊漆处 找出相对应的压痛点来按推 这里是直接写一条脊椎极七处 但如果你有特定的目标 也就是你要治疗哪里的胃病 那就找相对应 如果没有 那就只好前身长 所以这里稍微补充一下 是这样 那热炎当作是补充 按推为主 热炎为主 那这样就可以 达到自卫病的目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如果疾病属轻重症 表示怎么样 原始点它的诊断就是看热人 热人不足如果 还没有影响体力 那就是鼠轻重症 好 那处理上当然 热人 还没有影响到体力 表示没有危险性 影响体力就有危险性 好 那没有危险性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 放心的 直接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主 好 那这里 就是介绍实际的操作方法 按推症状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简单的讲就是在症状 最靠近症状的位置的原始点 去找出压重点来按推 然后按推完 就以热源温敷原始点位置 好 我们看下面 这是最佳的情况 就是这样就可以解决 他处挺伤 那如果按推没有办法立即改善呢 只好在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所以按推应也患处痛点为主 然后温敷患处为辅 好 这样就可以达到解除 刚刚讲的前面他处跟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那这里前面第一个讲胃病 第二个讲心状症 这里讲的就是重病 那重病是怎么来判断呢 就是表示热能不足已经影响体力了 简单讲就是这个患者 体力上已经可以看出有虚弱的样子了 也就是有出现体力虚弱是病症 那处理上当然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主 这里的其他保健方法指的就是 好像运动啊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这一类的 好 那原始点这一个重病处理 以热源为主相当重要 你不要把重病方向感 就是先后次序做错 以热源为主就是先以热源处理 然后再来才是其他按推或其他的保健方法 绝对不能持续搞笨 要不然还可能出现 危险的 问题出来 比如说 他热能已经严重到不足 比如昨天我去基金会 看到一个 我说的癌末患者 那情况很危急啊 那已经热能快耗尽了 第一个我看一看 二话不说 先温敷 红豆太他们先温敷 温敷完立刻涂江本林 来回三遍 涂完之后 患者就感觉舒服很多 是可以立刻 那如果你按推他已经那么虚弱 你在按推会出问题的 所以这些都到重病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看这里谈的 首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用于体伤位置 这个很重要 那我认为重病 第一个要先以外热源为主 外热源整个藉由皮肤吸收进去 反而比较矿 然后患者 那个感觉上他马上会很舒服 尤其重病患者 有时候胃口也不好 你要内服的时候 可能都不一定容易消化 但是你全身帮他涂完之后 患者立刻可以改善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热源做完了之后 你才可以配合按推 这时候看他哪里 有症的不适感 或是哪里不舒服 我们再来配合按推 那按推的方式 跟轻重症前面 讲的就是一模一样 按推如果有效 那在原始点这里再温敷 如果没有效 没有立即改善 就在患处再找压痛点按推 还有温敷患处 那期间我刚刚讲的 还要配合怎么样 保健方法 包括运动 休息 心态 这样就能够同时改善 体相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及疗异疾病 因为我们说过了热能 补足了 第一个生命就可以存活下来 那你再慢慢配合按推 就可以解决他的疾病 好 这里我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就是第一个 可见分辨疾病之轻重 你有没有体力虚弱 如果有就是属重病 那重病热炎为主按推为伏 轻重症相反 刚好是以按推为主热炎为伏 那另外就是在按推的过程中 你可以进一步分辨出体相位置 来决定到底是要按他处 还是患处 然后温敷是温敷在他处 还是温敷在患处体相的位置 这个前面也都有讲 这个不难理解 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分辨体相位置 我们这里是再详细进一步讲 需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如果没有立即之效 才能按推幻处痛 就是你们一开始不要说膝盖痛 就按膝盖的意思啊 一定要先找大开关 也就是原始痛点 比如膝盖痛你就要按推臀部 没有效你才可以在膝盖周围 找压痛点按推 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学原始点 现在没有脏法 来的时候看到他哪里 肿瘤在哪里 连大开关都没有按了 就开始在患处肿瘤的周围 找开关来开始按 这些都不对的 或是患者胸闷胸痛 他就在胸部周围 找压痛点按推 这个也是不对啊 一定要先大开关按按看 如果没有效 才能在患处周围 找开关按推啊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原始点 他在处理的过程中 一定是先按大开关 才能按小开关 这个次序不能颠倒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里为什么说 按推原始痛点是大开关 而患处痛点是小开关 这里就写的比较详尽了 他说按推患处痛点 就疗效来讲 他只能治疗膝盖 那按推臀部的疗效呢 他不但可以急于膝盖 他管理哪里呢 臀部原始点 他管理的还有腹骨勾 整条腿下来到脚踝 都是他管的 所以他管理的部位 非常范围比较大 跟患处痛点不大一样 而且患处痛点是 你在周围 比如说膝盖周围 找出很多压痛点 而这些压痛点 都是为了解决膝盖 好几个压痛点 都是为了 那原始痛点就不一样了 臀部原始痛点 他按推一个痛点 很可能你膝盖痛 脚踝痛 甚至腿痛 你按推完 这几个部位同时就解症 所以难怪他成为大开关 那这样说来大开关 这么重要 那小开关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然有 因为当大开关按推没有效的时候 你就只好在患处周围 也就是究竟找出这些小开关 来解决你的病症 来补救大开关的不够不足 好我们来看下面 下面就是在谈这里 好小开关必须在按推大开关 无利己之效后才能使用 所以小开关不是每个来都按小开关 都在患处周围找痛点 不是这样 一定先大开关没有效 立即自效才能使用 那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患处体 相所致之症状 来弥补按推原始痛点之力有未代 所以是医疗不可或缺的方法 按推大开关是解决他处体相所致之症状 那按推小开关是解决患处体相所致之症状 两个的意义也不大一样 所以简单讲 这些小开关就是用来弥补按推大开关的不足之处 那这样说来他重不重 当然也很重要 这样我们的医疗才能够完善 好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一 轻重症的分辨与治疗原则 一 观察症状 若无体力虚弱病症即为轻重症 此轻重症是指轻症即重症 二 轻症 症状位于四肢 如吸痛 肘痛 怀肿 腕肿 纸麻等 因危险性较低 故属轻症 三 重症 症状 四 无论是轻症 重症乃至重病 即可根据其症状发作之范围是小或大 次数是少或多 时间是短或长等轻重程度 以研判病情好转与恶化 此即症状若减轻则属好转 反之症状若加重则属恶化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 这里是来分辨轻重症 这里首先分辨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先看症状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如果没有才叫轻重症 如果有就是重病 那轻重症它其实是指轻症跟重症 但因为轻症跟重症的处理方法 都是一样的 以按推为主 乐园为辅 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起讲 那如果分开来讲 那轻症跟重症它的分别 我们来看第二项 轻症最主要是它位于四肢 这里举了很多例子 那重症它是位于身体 两个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分的理由就是 因为在四肢危险性较低 它比较影响热能比较少 也就是不会有什么危险性 那危险性指的也是热能 因为它根本影响不了大局 四肢要影响到身体 比较当然也有也会影响 但影响性很低啊 要影响到身体的热能 那个情况比较低 所以我们属于轻症 但不能说都没有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 四肢会不会也会 因为你看我们中医针灸 针啊针刺穴位 有时候患者头痛去针针 那如果你一个医师 比较没有经验 没有分辨 这一个人身体已经很虚了 你即便头痛扎和骨穴 也就是手手的位置 你扎进去 有时候它就阴生了 那你说四肢没有影响 那四肢的痛 有时候也会消耗热能 所以我们只能说 因危险性较低 所以不要说四肢 就完全没有危险性 这样我之前写的就是 写得不够完整 所以这里也有稍微修改 我认为这里用危险性较低 比较符合实际 所以这里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是属轻症 那重症呢 它位于头身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轻症跟重症 其实就是先看部位就对 那头身 这里举了很多病症 我就不再重复 那因为它的危险性会较高 确实啊 心脏作停不就是这样吗 它就在身体 脑中风就是在头部啊 刚开始可能只有体伤而已啊 所以这些重症 只要在头身 它的危险性就比四肢更高了 危险性较高 那这个时候 我们称为重症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第四项 第四项讲 它是看疾病的好转与恶化 所以怎么来看轻症重症乃至重病 来分辨它疾病的好转与恶化呢 最主要从症状的变化来观察 尤其轻重症 那如果重病还要观察体力 尤其体力更为重要 那轻重症因为它没有影响 热能不足还会影响到体力 所以就不需要观察体力 它直接就 不是不需要观察 而是观察它根本没有影响体力 这个人体力非常的好 那所以轻重症只要观察症状的变化就可以了 那观察症状什么变化呢 也就是它发作的范围是小或大 次数是少或多 比如说膝盖痛跟整条腿都在痛 那就不一样 那整条腿当然范围就比较大 本来膝盖痛 它变成整条腿都在痛 它举步维艰 那就是症状已经恶化了 那次数也是可以观察出 这样它次数比如说 它一天可能只有痛 早上痛一次或晚上痛一次 那现在不是 每隔一个小时都在痛 那次数就增加 那就是病情恶化 还有看它痛的时间 短或长 譬如它一痛 就痛个一两个小时 那有些痛 只有痛五分钟就过去了 所以从这些范围的小大 次数的少多 或时间的短长 就可以看出它轻重的程度 来看病情的好转移恶化 如果它本来是一个小时的 现在只痛五分钟 那就是减轻了 那以前它的范围整条腿都在痛 慢慢只剩局部的一小点在痛 那这个也算症状已经慢慢在改善了 那另外就是看它时间短或长 也是一样 本来一痛就是一个小时 现在痛三五分钟就过去了 那次数也是一样 本来早晚都在痛 整天都在痛 现在只是可能早上起来才稍微痛一下 那这样就是属于好转 之前很多就是在读这里的时候 以为轻重症是看这个范围很大 然后次数 发作的次数很多次 然后时间很长 所以叫做重症 那反过来就是叫轻症 其实轻重症前面已经讲过 看部位就已经决定轻重症 而至于看这些发作的范围 还有次数 还有时间的轻重程度 是要来看病情好转与恶化 而非看来作为判断轻症跟重症 不是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好 那这个我们就介绍完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轻重症表示热能不足 还未影响体力 处理上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福 显然 轻重症 手重解除体伤 其次才是改善热能不足 而前者必须借助手法 后者必须依赖热源 所以通过原始点方法处理 症状却不见改善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手法 其次才是热源 此即手法 须从原始点位置的深浅 乃至上下左右 以找出压痛点按推 而按推必须配合整体姿势 并且要先按后推 按要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推要前后均匀来回 力道不能太生硬 外内热源 则需直接用于提伤位置 因轻重重的体力还好 所以外内热源的使用 只需改善局部的热能不足即可 比如窗口 眼肿 鼻色 便秘等 可用姜洗窗口周围 洗眼 喷鼻 灌肠 而不必喝 可以改善全身体质的浓姜汤 如此 就能加强改善 特定不为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由此可见 医者 面对轻重症 乃至重病 皆需精通理论 及勤炼手法 才能通过观察症状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解除 踏出 或换出体伤 所知症状的目的 好 这里是介绍轻重症的处理 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我们这里介绍 我们说轻重症的判断 还是以热能不足 它有没有影响到体力 因为它还没有影响到体力 所以我们称为轻重症 那既然热能不足 还没有影响到体力 表示热能不是很严重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 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轻重症 手重在解除体伤 其次才是改善热能不足 那解除体伤必须要接触手法 热能不足必须要依赖热源 所以通过你如果在临床上 通过原始点方法这样处理 它症状不见改善 那最有可能当然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手法 因为尤其是以按推为主 那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手法出了什么问题 那其次才要考虑热源的问题 因为它热源不严重 它真正的问题 你还是以体伤比较严重 那病情没有好 那应该就是手法出了大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怎么来补救 这时候的手法 按推原始点位置 第一个 你一定要先确定位置 你一定要先确定位置 不要说 比如说原始点的位置 你根本不知道位置在哪里 你按到别的地方去 那就根本就没有效 那如果你知道位置了 那还要注意 到底它是在浅层还是在深层 有时候你按浅层按不到 可以稍微用力一下 慢慢有浅路深 按进去就可以找得到 那甚至在上下左右 比如说我们本来手腕痛 要按推肘部原始点 那肘部原始点 它只要在一个指头 一个食指长的范围 就可以在肘部原始点 找到你要的压痛点 那万一找不到呢 我们说有症状必有体伤 照理应该有压痛点 而找不到 你可以再往上找一下 超过一个食指长 再往上找 说不定就找到 或是你腰痛 我们常常说一巴掌 在脊椎两侧一巴掌 左右就可以找得到 也就是你腰痛 往上一巴掌 脊椎两侧找压痛点就对 那万一找不到呢 可以再一巴掌再往上找 说不定就找到压痛点 所以一定要注意 有症状必有体伤 那如果找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 很有疗效的把它治安 所以你一定要在上下左右 稍微认真的找 或是轻跟重 第一道的轻跟重 然后来 所谓的轻跟重 不是你用力不用力 而是用身体带动 把攻击带动 到底是要轻还是重 是由身体来控制力道 而不是真正手在控制力道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们说按推 一定要配合身体姿势 这里首先就先提出来 按推是要配合身体姿势 因为你要按身 你就是把身体往下沉 然后把工具带下来 这个时候手还是柔软的 手根本不用力 那这样就可以带动下来 然后才能做到 所谓的由清而重 由浅入身 要不然如果你都是 不懂得配合身体姿势 下面这几句话 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所有力量 都是用手在控制 那手控制那个力 都是属于蛮力 达不到 由浅入身 因为你用蛮力 当大力按的时候 患者痛 他就跟你对抗 你不容易按到深层 当你懂得用身体的姿势 把你工具 手的工具带下来的时候 你手还是柔软的 而患者他没有弄 你给他的压迫感 他自然不会跟你对抗 那这样你才有办法 按到深层的压碰点 这一点 临床上蛮重要 我觉得很多 现在学原始点的志工 大部分都用蛮力 不大会用身体 把工具 这个力量带到深层 所以很难学到 由浅入身 由清而重 这几句话 真的有时候我也是蛮感慨 那这一部分 在临床上 基金会像基金会都有不断的 教导我们的志工 怎么来做到这一部分 不要用蛮力 我相信你们在学的时候 一定要多看我的影片 影片也都 都会介绍到这一部分 好 那前后来回要均营 这是基本功 不要有些人去的时候很有力量 推的时候有力量 要回来的时候 却变成很没有力 那这样对患者来讲 就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你用的都是手的蛮力 那个力道都变成很僵硬 你要力道不生硬 就是要跟身体知识配合 才能够做到力道不生硬 所以力道不生硬 其实就是身体的知识 有没有做出来 这个也是很重要 好 我们继续来看热炎的部分 那热炎的部分 这个因为轻重症 轻重症它热能不足 还会影响到体力 所以就不需要大量的补充 只要局部改善就可以 所以要不要喝姜汤 不需要 喝姜汤是改善全身的体质 改善全身的热能不足 所以我们即便要用内热炎 只要局部加强就好 比如他眼睛不舒服 我们就洗眼 比如他肚子不舒服 我们也不用喝姜汤 因为他肚子已经胀动 喝了更胀动 姜汤灌肠就可以了 那灌完姜汤很快就 从体内流出来 那这样把热炎带进去 让里面热垢局部改善就可以 类似这样 所以这里也有局一些症状 怎么使用 好 我们看下面 这里有局一些 比如说窗口 严肿 鼻色便秘那些 都是局部处理就可以了 不需要喝姜汤来改善全身体质 指的就是这样 所以重病一定要配合全身的调理体质 那当然会相当是可以 那轻重症就不必了 这个意思是这样 所以只要加强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样就可以了 轻重症是特别要加强局部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这里就讲 医者面对轻重症乃至重病 皆需精通理论及勤念手法 我告诉各位 你不管学原始点要学到通 你手法不行 你理论就很难贯通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手法如果用蛮力做不出来 很多他处体伤 你没有办法揉到深层的话 把真正的体伤解决 那这时候你按完你一定会误判 哎呀按推没有效 所以他一定是换处体伤 那不就是误导了吗 所以原始点他是做出来 你要理论读得通 一定要手法勤念 尤其手法是必备的 最基本功 这也就是我六月去美国 跟他们在手法上 再多跟他们交流 我觉得这一部分蛮重要 也就是怎么样做到由浅入深 由清而重 怎么这些工具放轻松 然后靠身体来配合就能达到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多练习 我相信现在世界各地在推广原始点上 手法这一部分 我是最担心的 但是有时候 路途又遥远 所以我只能说 借助这样 帮大家 然后又能拍摄一些影片 然后从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怎么样来修正自己手法 所以我说 将来大家应该会看到有一些影片 最近怎么教他们这些影片 大家可以多参考一下 好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今天我们这里轻重症就介绍到这里 可能后面那个重病 我们只好等下一次再来谈吧 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今天的诊断与治疗就播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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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